父爱之周 是昨夜梦中的经历吧 我刚刚梦醒 朦胧中父亲和母亲 在半夜起来给残宝宝添桑叶 每年卖茧子的时候 我总跟在父亲身后 卖了茧子 父亲便给我买琵琶吃 我又见到了 姑爹那只小渔船 父亲送我离开家乡 去报考学校和上学 总是要借用 姑爹那只小渔船 他同姑爹一起摇船送我 带了米在船上做饭 晚上就睡在船上 这样可以节省饭钱和旅店钱 我们不肯轻易上岸 花钱住旅店的教训太深了 有一次 父亲同我住了一间最便宜的小客栈 半夜 我被臭宝咬醒 身上都是被咬的大红疙瘩 父亲心疼极了 叫来茶房 掀开席子 让他看 满床乱爬的臭宝 和我身上的疙瘩 茶房说没办法 要么加点钱 换个较好的房间 父亲动心了 但我年纪虽小 却早已深深体会到 父亲挣钱的艰难 他平时节省到极点 自己是一分冤枉钱也不肯花的 我反正已被咬了半夜 只剩下后半夜 就不肯在家前换房子 恍恍惚惚 我又置身于两年一度的庙会中 能去看看这盛大的节日 的确是无比的快乐 我高兴极了 我看各样彩排着的戏人 边走边唱 看彩高桥走路 看虾兵 棒精 牛头 马面 人山人海 卖小吃的挤得蜜蜜层层 各式各样的糖果点心 鸡鸭鱼肉都有 我和父亲都饿了 我多馋啊 但不敢 也不忍心叫父亲买 父亲从家里带了粽子 找个偏僻的地方 父子俩坐下吃凉粽子 吃完粽子 父亲觉得我太委屈了 领我到小摊上 吃了碗热豆腐脑 我叫他也吃 他就是不吃 卖玩意儿的也不少 彩色的指缝车 布老虎 迷人 竹质的花蛇 虽然不可能花钱买玩意儿 但父亲很理解 我那恋恋不舍的心思 回家后 他用几片玻璃和彩色纸屑等 糊了一个万花筒 这便是我童年 唯一的 也是最珍贵的玩具了 万花筒里 那千变万画的图案花样 是我最早的抽象美的启迪者吧 父亲经常说 要我念好书 最好将来到外面当个教员 所以我从来不缺课 不逃学 读初小的时候 遇上大雨大雪天 路滑难走 父亲便背着我上学 我背着书包 扶在他背上 双手撑起一把 结结实实的大黄油布雨伞 他扎紧裤脚 穿一双身筒钉鞋 将棉袍的下半截 撩起扎在腰里 腰里那条极长的粉绿色丝绸旱金 可以围腰两三圈 那还是母亲出嫁时的陪嫁呢 初小毕业时 我考取了鹅山高校 要住在鹅山当寄宿生 就要缴饭费 宿费 学杂费 书本费也贵了 于是家里跳到 卖猪 每学期开学 要凑一笔不少的钱 钱很紧 但家里愿意 把钱都花在我身上 我拿着凑来的钱 去缴学费 感到十分心酸 父亲送我到学校 替我铺好床 他回家时 我偷偷哭了 这是我第一次 真正心酸的哭 与在家里撒娇的哭 发脾气的哭 打架的哭 都大不一样 是人生道路中 品尝到的新滋味了 我唯一的法宝 就是考试 从未落过榜 我又要去报考 无锡师范了 为了节省路费 父亲又向姑爹 借了他家的小渔船 同姑爹两人 摇船送我到无锡 食指数天 为避免炎热 夜晚便开船 父亲和姑爹 轮换摇卤 让我在小舱里睡觉 但我也睡不好 因为确确实实 已意识到 考不取的严重性 自然更未能领略到 满天星斗 小河里 孤舟缓缓夜行的 湿化意境 船上被一只泥造 自己煮饭吃 小船兼做宿店和饭店 节省了旅费 只是我们的船 不敢停到 无锡师范附近 怕被别的考生 及家长见了嘲笑 老天不负苦心人 他的儿子考取了 送我去入学的时候 依旧是那只小船 依旧是孤爹和父亲 轮换摇船 不过父亲不摇卤的时候 便抓紧时间 为我缝补棉被 因我那长期 卧病的母亲 未能给我背其行装 我从舱里往外看 父亲 那弯腰低头缝补的背影 挡住了我的视线 但这个船舱里的背影 也就分外明显 永难磨灭了 不仅是背影 实实在我眼前显现 鲁迅笔底的乌棚船 对我也永远是那么亲切 虽然孤爹小船上 盖的只是破旧的棚 远比不上绍兴的乌棚船精致 但孤爹的小渔船 仍然是那么亲切 那么难忘 我什么时候能够用自己手中的笔 把那只载着父爱的小船 画出来就好了 醒来 阵边 一片尸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